第十二点 片岩可以折育者 其有也余 子禄无素诺 这条的难点在于什么呢 在于这两句之间的逻辑关系 就这两句都是在讲一个人的 这个人就是子禄 后边这句很简单 子禄无素诺 什么叫素诺 素就是留下来的 比如说我们讲叫住素 什么叫素 就是住了留下来 今天晚上不走 这个素诺 就是留着没兑现的承诺 子禄无素诺 什么意思 是子禄如果对别人有承诺 马上就去干 从来不留 对吧 从来不会留着说 我还没干 不会了 子禄一旦有承诺 会立刻就去干 那这个说明子禄是个什么样的人 子禄是个有信用的人 这条证明子禄是一个非常有信用的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事实上这个子禄当时留下了一个记载 说有一个小国家叫诸国 这诸就是一个 一个 那个诸德的诸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R 这个国家 诸国有一个 这个臣子 到鲁国来 答应给鲁国一些好处 然后说 想跟想这个签个盟约 但是 这个人讲了一个话 他的意思是我要跟谁签 我要跟子禄签 我不要跟鲁国签 就这个人说我要跟子禄签 我不跟鲁国签 证明什么 证明子禄这个人的信用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他特别特别的讲信用 甚至你要说你跟子禄签了这个事 鲁国反悔都没有用 子禄是会帮你维护这个东西 子禄又是个老粗 子禄这个做事情又比较猛 而我跟子禄签 我不跟鲁国签 所以这个子禄一直以来是以讲信用著称 子禄无速度 因为这两句呢 放在一起 所以后来的解释就有很多 但是难点就在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上半句 孔子说了句话 叫片岩可以折御者 其游也鱼 这个句子 其游也鱼 在鲁语当中出现过好几次了 对吧 这个其游也就是 大概就是子禄能做到 就这个意思 大概就是重游能做到 在之前我们还读到过 孔子赞赏 子禄的 一句话 这个就是讲说 一臂运袍 予以胡合者利 而不持者 其游也鱼 对吧 说穿了个破袍子 破衣服 跟人家那些穿名牌的 国际大牌的站在一起 毫不觉得丢人 对吧 就是他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 估计也就是子禄能做到 所以这个其游也鱼 其实大家要知道 他的翻译就是 大概也就是子禄能做到吧 大概也就是重游能做到吧 但是一般这个句子是一个表扬 子禄的句子 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 前面这是个什么事 叫骗言可以折欲 大概也就是子禄能做到 什么叫骗言可以折欲呢 这个句子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 这个折欲就是断欲 就是断案 这个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关键是这个骗言怎么理解 第一种理解是 这个骗言是 是来打官司的人的话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打官司的时候需要两边都听 需要两边都听 就是比如说有原告有被告 原告的话我也要听 被告的话我也要听 对不对 两边我都得听一听 我才能去断 因为这里边有一些 就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事 那这里边第一种解释 叫这个骗言就是跟 这个两边说话 对立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 只听一方的 听哪一方的 肯定是听原告的 对吧 谁去听被告的 肯定是听原告的 就是孔子说 听一方的话 就能够把案子给断 这也就是子路能干得出来 也就是子路能够做得到 当然这不是在骂子路 这是在表扬子路 那我们想如果要做到这一点 子路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 只听一方的话就能够把案断 洞察力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般的觉得说 这人一定要有洞察力 对吧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的事是什么呢 是在于你去断案的时候 你知道子路是个什么人 子路是个专门管断案的人吗 子路不是的 我们前面读了那么多子路 子路是一个 为政的高手 子路是个做管理的高手 功夫下在哪里 所以你要结合着下面这句话 功夫下在平时 也就是说 子路平时是一个 极有信用 特别得人心的人 有威望的人 因为无诉诺 得人心有威望 所以他在断案的时候 就是来找他的 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谎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个就叫片眼可以折玉 这个折玉就是断案 就是欲就是案子 就把这案子给断了 这就叫折玉 也就是说片眼可以折玉 如果我们是第一种理解 这个理解就是 子路只需要靠一面的言词 就能够把案子很好的断了 为什么不在于子路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 你只要讲了一番话 他就立刻知道你这里边哪是真的哪是假的 这不是子路 这哪是子路 子路不是个这么有脑子的人 子路是一个无诉诺的人 他平时特别讲信用 他说一不二 是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子路治理的地方 没有人敢在子路面前 没有人会在子路面前撒谎 片眼可以折玉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是把片眼解释成 一方的证词 某一方的证词 这个就叫片眼 好 第二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说这个片眼呢 不是来这个打官司的人 而是子路 而是子路的话 说子路几句话就能断 为什么 也是因为这个人无诉诺 就这个人平时有威望讲信用 大家服 所以他片眼可以折玉 当然这个你说这两个哪一个更合理 肯定是第一种更合理 因为片眼这个解释 通常就是打官司当中 其中一方的言词 一方的言语 除了这两种之外 第三种解释就是 这两句话没什么关系 第三种解释就是说 子路用片眼就可以断按 然后说 不知道哪里又来了一句话 叫子路无诉诺 有没有可能这句是另外一条 所以这个12点12呢 大家去读的时候 你自己去做判断就好了 我觉得我们去读论语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学习知识的方式去读论语 那你一定读不好论语 你也不要试图用理性去读论语 过于的理性 这不是读论语的方式 读论语的方式是 这个给我们的人生一些启发 就是有的句子呢 你要去看 哪些地方蕴含着智慧 哪些地方蕴含着对人生的启发 比方说就这个句子来讲 片言可以遮御者 其有也于 然后子路无诉诺 我觉得 第一种解释其实已经 很有道理了 已经很足以给我们启发了 对吧 有些时候其实 这个 怎么骗你不重要 重要的是骗不骗你 就是如果一个 平时有信用 有威望的管理者 在他的面前 下边的人往往是 不敢说谎 而不是说脚不脚辩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 没什么威望 然后这个没什么信用 然后大家在你面前撒谎 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智者 智者也能断 但是子路这种断方式 是一个忍者的方式 对吧 不是一个智者的方式